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吃黄炸 对我们的画龙村老酱香 还有我们推荐的葡萄酒 有兴趣 少少二维码 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广告时间 今天的独报 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脆弱时刻 新冠疫情广泛蔓延 防疫限制基本解除 就在取消大部分的动态清零限制措施的一个月之后 中国正在经历的其他国家 许多国家三年来在应对的情况 新增的病例飙升 医疗机构不堪重负 老年人和病落者正在死去 而公共卫生专家 认为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 大大低谷了新冠相关死亡人数 没有说服力 另外十八 中国说已经取消青年之后 青年之后一个月 只有将近六万人死于新冠 那这个说了就是说了 据信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感染 那么政策取消一个月之后 也有六万人死于新冠 这是中国首次就目前席卷全国的新冠疫情 提供官方数字 那么官方的死亡人数 有几千个飙升了几万个 对了大户飙升 上周六之前 中国的有关方面 那么公布的是死亡人数 五千两百四十一例 但是现在光机起来了 六万多 但是六万多看来 国际的社会的质疑度还很高 世界卫生组织希望了中国的数据要更透明 中国曾经也表示 在十二月七号结束青年症状以来 只有三十七个人死于新冠 这个呢舆论画蓝 那么由于切发透明度 所以呢 包括周边一些国家呢 对中国的旅客的实现了一些新的这么一个限制 那么这里面呢 华盛顿旅游报 奥巴顿旅游纽约时报也谈了问题 现在的判断 中国社会已经改变策略 维持更早 但是呢 世卫组织对中国提供更多数据的举动 表示欢迎 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 金东燕说 我们希望政府现在会更加的透明 因为这个统计数字是很严格的 那么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叫高本恩 他说与其他国家一样 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几乎肯定更高 中国拥有如此强大的检测能力 且尚未用它来确认住院的患者 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有点让人很惊讶 这其实呢 在公布的数字也让人担心的就是 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因为许多人没有完全接种疫苗 在近6万名死亡病例中 56.5%的人都在80岁以上 当然大家也知道新冠的死亡 在中国这个特别敏感的政治话题 因为习近平曾倡道采取严厉的封锁 隔离和大规模检测的战略 以试图遏止病毒 那么需要宣称这个病毒这个模式 早期是成功的遏止了病毒的传播 那么可以供其他国家来采用 但是呢没办法奥密克罗不管这一套 经济又不行 所以呢只能放开 在纽约时报呢写的比较多 担心呢还是农村地区 法广 北京疾控中心开庆功大会 网友说尸骨未寒 尚尽天良 这是1月43号的上午 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召开了 三年防控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啊吧啦讲了很多 这种庆功会的召开 跟北京市民焦头烂额 疲惫不堪的跟死臣搏斗 跟死臣抢父母 跟父母以及亲人永别 悲痛欲绝的大背景之下 引发了众怒 有人就说 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们 还尸骨一寒 他们就在阴歌厌舞的 庆功尚尽天良 这里面引述了很多 很多的这个 牢骚怪话和批评的言论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大家注意到 经济观察网单的码是删掉了 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 马晶晶课题主发表了 新冠疫情的感染报告 就在新十条出台 大概是13天 就12月20号 全国多个地方的疫情 达到了顶峰 那么峰值虽然在12月底已经过 但是呢 在今年的11月1号 11月的11号 全国新冠感染率 累计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四 感染人数累计约九亿 但这数字 这文章很快就干掉了 这数字还是很吓人的 很吓人的 那么这里面讲呢 有人说 北京现在拥有90个 焚化炉和火化炉 每个火化炉 一天烧50具尸体 一天最大的产能烧 4500具 减去自然死亡率的 每天原来的300 每天死于疫情的人 最少是4200 那问题是 北京这样的一个死亡人数的 保底是20万 那么现在呢 2000万人口死了20万 那就是百分之10 百分之1 所以呢 这一点来讲了 曾光也说 这次的流行是波浪式的 一波一波 北京 广州 成都 重庆等等 北京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但重症的高峰还没开始 真要命 北京的事 那么法广 引述了另外一个消息 自然科学 自然医学杂志 说北京本月底蓝疫率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三 那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死亡人数还控制的那么少 也令人感到很惊讶 那这里面就讲到了 建议呢 应该迅速建立监测计划 以监测不断发展的流行病的疫情 和中国各地的新冠病毒的衍生的情况 亚洲自由之争谈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 2022年的经济成长 发布在即很快 饱山无望 恐怕创近半个世纪来 第二个低的纪录 那么一贯大家 国际社会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析 一直认为 中国即将发布的 2022年的经济成长力 不但难以达到原来的目标 还面临着百分之三 的严峻的保卫战 很可能仅仅会怎么 优于2020年 会出现1979年以来 第二低的经济成长率 这是第一财经等媒体 都有引述了这个消息 当然一般的认为是能保住百分之三就不错了 但也有非常乐观的 像北京大学的汇丰商学院 他认为2022年的年增长力 是百分之二点九 没有保三 那么认为呢 应该来讲呢 就是最低的一个数字 就1976年以来是二点三 那是2020年 世界经济网不谈经济 谈中国在白纸运动之后的幕后的抓捕 有人说有大概一百名的抗疫的清零人士被拘留 有人说很多说法 就是这里面被拘留的人呢 看来大多数是二十多岁 毕业于顶尖的教育机构 有高知识分子 其中包括作家摄影家和艺术家 但没有他们的名字 加拿大新闻网 这条山东的县委书记被实名举报 因为他逼企业虚报数据 那官方很快会回应成立了调查组 这是威皇昌乐县 那么一个县委 这个事情 我们有一个专门节目来介绍 他们的背景和来龙去脉 纽约时报 谈的是中国海外的警务站 引起了多国的担心 他说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也搜寻了纽约站的站点 那么这个跟浙江的一个商会 有一些关系 看来来讲 加上中国过去几年 有一些不当的宣传 或者宣传的比较过头的东西 引起了美国FBI的一个重视 那么这些东西 他把它当成是北京家道力度 推移动监视海外中国民 公民 包括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一部分 那么至少有四个地方 福州清田南通和温州设立了数十个警务站 那么中国的驻美国的大使馆说 这些几地点都不是警察局 他们不是来自中国的警察 大家不必紧张 但是呢 这方面又给美国借题发挥 那么这个借题发挥来就构成了 对中国在当初在国的华人的一个感受 耶鲁大学的法学院的一个蔡宗征 蔡宗征的中国中心的学者叫唐哲 他认为 这些东西来讲 大多数的情况 这些人员 似乎专注于安排行政工作 为海外华人和国内的公安部门 提供影片的联络 但是也有人说 这些事大使馆本来就能够完成 叹法不一样 但是呢 当局的警惕度越来越高 美国之音 他们是外交 美日首脑峰会宣示 双剑合璧 克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和其他问题不要轻举妄动 1月13号 华盛顿的峰会 美国日本岸田文雄和拜登 发表了联合声明 有官家认为 美日合作对抗中国的方式 有显著的调整 日本将承担更多的责任 也就是说 美日首脑峰会 是对日本防务防卫政策 重大改变的一个背书 那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亚洲各国 还有西方媒体 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的关注 日中关系的专家 在台湾的一个叫做谢文生 那谈到了这个 岸田文雄执政上任 一年三个月来 除了视频和电话交流呢 岸田跟拜登 面对面的次数 已经达到六次 达到六次 啪啦啪啦就讲 美日之间的协同 沟通的密切度很高 那主要他认为呢 最主要的一个传递的信息 就是过去的美日同盟 是美国主攻日本主守 毛个顿 现在就是美日两国的 作战方式的改变 反过来 日本为毛 美国为顿 就是针对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呢 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 特别有关注到 日本跟英国那个协议 就是日本 英国是日本至2020年 跟澳洲从签署 共同的相互主录的协议 第二个签署该协议的 美国盟邦 那么日本无疑是借这个机会 跟具有核子动力潜艇合作的 澳英美安全协议加强联系 这里面呢 巧妙的回避了 国内外对日本核不扩散的议论 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大转弯 是美国的要求 它是这个分析 美国这个要求呢 是个新的一个看法 特别是安保三个文件 当然这个问题呢 就会引起了 亚太地区的整个战略平衡 出现了一些微妙的互动 就是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 一个日本人叫常伟贤 他认为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的重大转变 其实是美国主导的结果 看来这个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国际社会 国际舆论的关注 美国已经默许日本可以把飞弹的射程 导弹改良成为一千公里 他可以达到包括中国上海整个地方的一个范围 奥巴马时期不同意 受日本的战俘飞弹 但现在可以了 战俘飞弹可以有一千六百公里 也就是说呢 美日 美国对日本 七十多年来的政党军事上的控制 已经呢 有解封了第一步 那么看来在台湾问题上呢 美日之间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战时体制 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美日 那这个分析文章很长 这个跟俄乌战争出来以后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我们注意到了德国之声也谈的问题 岸田文雄表示东亚可能是下一个乌克兰 那这个说话呢 他就告诉西方国家 他访问了七国联盟集团 访问了美国 东亚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面对崛起的中国好战的朝鲜 他希望西方国家统一阵线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提法 新的提法 那么台湾问题呢 我们关注到英国BBC 耐清德当选民进党的主席 所谓的务实台独者的耐清德 会是下一任的台湾总统吗 投票率很低 投票率只有17.6% 因为蔡英文因为去年的地方选举大败 持续了党主席 那么赖清德是唯一的一个参选人 那就意味着务实台独主义的这么一个赖清德的代表人物 那么他会怎么样来问顶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动向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疫情仍然持续成为西方媒体的关注的焦点 央视的春节晚会继续会唱响中国光明论 那没有说的还在演习还在排练 北京疾控中心继续解办庆功会 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新冠死亡人数和民间社会的管授 完全不一样 说网络上一片骂声 经济观察网呢 报道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委研究院的马金金 特地主讲了这个北京 全国这个疫情的感染达到丁峰 那就是估计感染人数约9亿 所以呢 蔡胜坤也说帖子说 真实的死亡率可能真的是 不是百分之零点几是百分之一 而百分之一的死亡率 是很吓人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数字做主 是五六万的死亡率 还是九亿人的感染 第二 受疫情的影响 今年经济增长势必不尽人意 1976年以来 第二第一的GDP在宣传上肯定 不是一个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数字 习总书记亲自抓经济之后 经济能不能启示 新内阁能不能不符众望 拿出有说服力的成绩 但这不是一件容易半道和实现的目标 当然 实事求是 战略定力 战略格局 对症下药 缺一不可 第三 美日峰会和岸田文雄 处访七国集团 又是美国的日本进入军事化 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使日本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扮演的攻击的目标 那么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是招揽诺杰 拜登政府继续在给中国出难题 相信北京的战略学者 也会给学者出主意 东北亚局势 台湾局势 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危机因素 是北京的着力处理中美关系的同时 需要更多的分心 在这个领域里的亲自指挥 甚至部署的展示 势必将有更多的能见度 第四 蔡英文能不能在卸论之前 和当年马英九一样 想方设法在两岸关系 留下一个政治成果 比如说新加坡的喜马会 这个方面的可能性看来不是很大 人们的关注点已经转离到了 现任党民进党主席副总统蔡英年 南兴德身上 2024年 台湾的大选的热身赛 其实在现在已经提前点蓝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中文字幕明镜